好 恭喜各位已經正式進入到我們的群組裡面了 那麼您一進來就已經發現我裡面有兩個對不對 那這個呢 剛剛還沒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這樣子喔 我是堅韌講師啦 所以我比較會到處亂跑 要生活嘛 那您可以有連絡電話E-mail 那這邊有我的部落格 那我有買關鍵字 老師真的要行銷一下 對不對 對啊 不然以後沒投入怎麼辦 那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稍微看一下 右手邊呢 您看一下 因為我們用的是群組 所以有比較多班級經營的功能 包括說 您可以往右邊看 像我們剛剛這個成員的部分 因為剛剛已經比較多人進來了 有沒有都看到了 有些人還忘 不好意思忘記改了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啦 你沒有改 老師也可以從這邊直接改 如果我知道是誰的話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知道有誰進來了 那麼您看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有一些相關的連結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 欸 研習的資料 還有 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我去外面研習的資料都會放在上面 好 那學校的我放在另外一個 好 學校放在另外一個 好 所以 像這樣 那我們這裡面有一些不錯的小軟體 我會把它擺在這邊 如果不太夠的 你按這個 又會跑出來有沒有 有沒有 像這樣跑出來 那 這裡面呢 如果老師你有參考一些課程的 就是RUNNO上的課程資料的 別人整理的 或你自己整理的 這裡也可以像這樣放進來 好 也可以像這樣放進來 那 當然呢 它上面還有表現 有沒有 太混了就給它一個 可以幾點的 好 就多一點互動的一個功能 好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裡吧 這個 哈囉 哈囉 你 麻吉 我 麻吉 他 麻吉 同學們 麻吉同學 歡迎所有的麻吉朋友 加入麻吉同學會 麻吉同學會 邀你同來聚會 現在老師上課很老聽到 這麼踴躍的舉手 我會我會對不對 大部分老師 我不會我會 我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我同弟弟的 好 那 欸 老師順便告訴各位一下 剛剛 我們不是說學校雲端硬碟嗎 你知道我這檔案放哪裡了吧 當然是雲端硬碟啊 玩樂本身 它其實 並沒有太多所謂的空間是可以給你放 因為他不是要做這一塊 所以你要利用自己現有的資源 如果沒有 你當然用一般的雲端硬碟也是可以 或者是像YouTube啊 對不對 網站上 他也支援什麼 Draw Box Draw Box是兩G的空間嘛 那你看我放在上面 我就直接黏一下 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你一樣可以砍到我們的什麼 教材裡面 或這個訊息裡面 那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其實要做什麼翻轉學期 現在 老師教材 基本上都已經數位化了 對不對 沒有數位化的 相對是比較少數嘛 沒有的話 通常那個 廠商也會幫老師做一部分 對吧 那 這個呢 有的時候 事實上就比較好 那我們進到 這裡來 我們任務裡面 其實第一個呢 這裡就有一個 您看的時候可以從這邊打開 從這邊打開 那 這裡呢 有我們的一個PREX簡報 我們點開之後呢 應該就會看到這樣子 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點進來 像這樣 那麼 因為呢這個PREX簡報是在國外的 一般大部分可能大家 通常簡報都是PowerPoint 對不對 比較多 但是PowerPoint並不等於簡報 簡報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那 如果說 萬一就是它連線速度比較慢 也可以從這邊直接過去 或者直接下載離線的版本 那我現在在這邊我們先一起來看一看 好的 在這裡 希望我們這個還在跑的時間 我先回到剛剛這邊來 您如果說看教材 除了剛剛從這邊直接點以外 您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可以直接跳 對不對 直接跳 看你要跳到哪一邊 那就跳下一個 那麼如果說你有看完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完成 那他就下一個 也可以左右這裡 都可以 那另外呢 還可以做筆記喔 對啊 同學或者是老師也可以做筆記 右手邊 有沒有 你把筆記打完了按下Enter 好按下Enter 有沒有進來了 等一下 再跑 應該會出現在下面 正常會出現在下面 那你可以做幾個都沒有關係 也可以隨時回去做修改 好那他現在只有一個不行啦 這個是付費功能的 是塗鴉筆記 在上面塗的 可是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但是我們的 呃那個 就是測驗筆的話 就可以用塗鴉 那就沒關係 好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應該差不多快好了 好 那還沒好之前 我先回到這邊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老師有看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好 你看大部分老師都有 看剛剛那個簡報有沒有 然後看了多久 上面有沒有顯示出來 也有齁 對啊 如果待會呢 我們做那個測驗體的話呢 就可以看看 那筆記呢 老師如果說 同學有沒有做筆記 可以切到筆記這邊就可以看到 好那這些同學表現這麼認真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勾起來啊 當然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在什麼 電腦教室才可以齁 表現 有沒有 給你一個讚 他們就有啦 哈哈 OK齁 那當然這也可以變成績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出來了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 好 OK 那 那 書業學平台很多齁 那選擇OneNote 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它是國內的廠商 它是國內的廠商 所以伺服器 有在國內有在國外 但是使用上 目前來講 都還算蠻順暢的 都還蠻順暢 那溝通上也還蠻容易 其實 我們順便看一下 其實比較有效的學習應該是 課前預習 課堂做練習 課後做複習吧 那 老師 現在上課 有這樣嗎 沒有 叫同學回去育習 這是不可能的事 然後呢 課堂練習 又不是很願意嘛 課後複習 除非有考試 所以好像越來越難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其實在大學裡面教 要同學育習的 比例不是很高 可是我都會先公告 比如說我這個禮拜 要教什麼 我會前幾天 兩三天就先通知他們 我這禮拜要上什麼 然後呢 其實大概會有5%到10%的同學 事實上是真的有做預習 那這個是真的不錯 那課堂上當然也會練習 那課後複習 因為我有怎麼樣 有做露營的嘛 同學 回去就自己看 如果是屬於技術性敲課的 老師大學應該都敲過課 翹課 我都幫他準備好了 沒有來也沒關係嘛 對不對 哎呀他就自己回去看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OK 那所以呢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樣其實原則上是比較有效的學習 可是呢我們來看看喔 你要怎麼達到它 那 你在 老師現在在網路上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這種有關於翻轉學習的概念 那最主要就是從這個可看學院這裡 對不對 PREASE簡報就是這個好處啊 影片就是直接播了 好那 可看學院這個算是 也不能說是說最早的啦 但是就是說目前來講比較有名是他 那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怎麼樣的情形 其實就跟我們公司講的有效 無類 對不對 好那你 根據同學的什麼 學習進度 我們事實上是給他不同的資料 不同的資料 那 我們再往下看呢 OneNote這邊剛剛已經跟老師提過怎麼註冊了 那麼我們再進來到這裡 在OneNote裡面它大概分成 原則上是兩個部分 兩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 您可以先從所謂的 課程這個地方開始 也就是說我現在 老師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學習的一個工具 不見得說一定是 我就一定要先 那麼快 我就要在上面建自己的課程 有時候 你也不知道說這樣好不好嘛 對不對 那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學習 你覺得說 這個方式不錯了 我再來整合到 我們自己平常上課的這個 教材裡面 好 那 透過這個 他 這個呢 我們把它稱作就是 課程 他現在把它改名稱 以前叫知識啦 現在把它叫做課程 所以老師呢 如果您看到 您看到我們這個OneNote裡面 在這邊 從這裡進來 您看到這裡 我們一進來之後 發現不是有三種嗎 對不對 放大一點 發現有三種 那單元就是每個課程裡面的 一個一個 一個我們講的文章 文章 或教材 所以呢 一般我們會進到課程 好 課程裡面 那老師可以先看看 到底有誰在用這些東西的 有誰在用呢 那一般來講 目前用的最多的 大概就是國中小跟高中這個階段 因為呢 您可以看到目前 這裡 像這個 這國子 這個應該是國中的吧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這個國小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 您可以按更多或查看全部 好 就可以找到 很多不一樣的 很多不一樣的 理化 有沒有 國中的 這樣 這裡有高中的 有沒有 數學的 那你如果說 對這個有興趣 平常呢 老師是這樣做 點進來 就 你會看到它基本的 就是裡面有放哪些教材 那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直接這樣點了 就來看 以這個來講 它是一段什麼 是一段那個YouTube的影片 有沒有 那這種方式是最單純的方法 就是我只是看而已 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說 它上面有一個所謂的訂閱 對不對 訂閱 那因為呢 你有訂閱之後 就會有所謂的學習紀錄 學習紀錄 你自然就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筆記 這樣了解 你也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單元看了多久 看了多久 那這些功能是只有訂閱才有 只有訂閱才有 如果說你只是像我在上面 就這樣單純看 那就沒有 就沒有 所以它會比較請教你 你可以試著用訂閱的方式 訂閱的方式 你就按一下 那就加進去了 訂閱 有沒有 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樣就跟我們現在 你們再看我那個教材一樣 打開 有沒有 右手邊就是這個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在裡面做 在裡面這樣 像這樣 有沒有這個進來了 那因為他是YouTuber 所以他還會記錄你 你是在第幾分 第幾秒做的 這很重要啊 因為如果一段影片 也有蠻長的 會有好幾個主題 我在哪個地方 哪一個時間點做的筆記 是不是要知道一下 因為你點這邊 就可以隨時回到那裡去 這樣的話 其實對老師 我們在學習上是一個很方便的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個叫 課程 所以老師呢 待會您可以稍微 試著去瀏覽看看 有看到喜歡的 可以怎麼樣 可以試著訂閱一下 那這個呢 大致上 就是我們第一個講的 就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學習 透過這個方式來學習 那 我們呢 再往後一點呢 如果老師你覺得 OK的 待我們 上 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自己 建立自己的課程 試著把老師的教材 放到上面來 那是最好的 好那最好 那你要放進來呢 就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就是自己也建立一個課程 好自己也建立一個課程 那課程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好像老師自己的教材而已 所以呢 他的互動性相對比較少 互動性相對 當然也可以有互動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誰有看的沒有看 類似像這樣 但是呢 您會發現用群組 會比較更適合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時候 班級的經營 班級的經營部分 那這樣的話呢 您的教學跟互動 就會更多 就會更多 好 OK 老師那這樣 有沒有對我們大家知道 今天要講的一個內容 稍微有一點感覺了 可以 OK OK